大家好 喂 大家好 什麼時候錄不告訴你 這是第二節 播出應該是19日 喂 大家好 RSEP那裏不是全部說完 要補充繼續說 因為RSEP會很失落的國家 我想是印度、台灣 印度說了一點點 因為印度真的沒有辦法加入 這是一個情況 因為裡面的經濟結構實在太差 如果一開放給大陸 很快就整個國家的產品被淘汰就完蛋了 但是台灣那邊怎樣呢? 大陸是不是真的會純用經濟戰略去處理台灣問題呢? 美國那邊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是不是? 這幾方面都值得說 或者美國自己會不會產生內亂呢? 你見蓬佩奧又說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很多這些瘋狂的事情為什麼又會繼續出來呢? 這是逐步跟大家分析的 OK 無論如何也好 先說正經的意思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有仇必記何志光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不要錯我的影片 不要說那麼多自己的事情 不過希望你支持我 中美爭霸我也覺得有被壓的情況 限流的事情 但是盡量做吧 首先呢 先說回形勢上 特朗普 現在剛剛說 11月15日那天 就有些人 拿著槍去示威 可能說 他說號稱有過百萬人去支持特朗普 實際上我想幾十萬 幾十萬都是有的 如果你說整個國家 而且呢 他們的示威是拿著槍 也有很多打架的影片 扔了過來 我又不敢放出來給大家看 別人扔我看說 就這樣 現在來講的情況 當然就 所有的媒體 都是幫拜登那邊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是 你的時間性來講 去到11月15日 選舉大約 就完了一個星期 開始 上個星期 如果是11月7、8日 那個星期 大家還沒開始示威 但是15日這個星期 開始示威了 開始打架了 一個月後 12月14日 就要 選舉人要投票 1月6日 國會要確認結果 當然我就不覺得 那些選舉人 如果是來自民主黨會 倒戈、拆散川普 但問題是 現在去到12月14日 究竟可不可以正常地 出到一個結果 哪個黨拿哪個州呢 如果選舉爭議 高等法院裡面干預 會怎樣呢 最後可能出現一些重新計票 甚至說 選舉裡面有一些規則是違憲 要重新投過 會不會呢 如果是有 法國有一些 舞弊的出現 跟著有些 舞弊的票 都扔到拜登的袋裡 所以 法國太不公正了 會不會 對某一些州的選舉的結果 如果是高等法院 就直接說 投過啦 這個情況呢 我暫時就不 當然這個可能性 剛才說的 未必是很高的 會不會出手 打架 製造一些壓力呢 因為那些人 站在高等法院門口 最高法院門口就逼 喂 給壓力的法院 喂 你要給一個公道的選舉 這樣 那樣東西 美國的形勢呢 當然是很古怪的 現在的情況來說 呃 俄羅斯都還未承認 美國的選舉結果 但中國就承認了 那中國為什麼承認了呢 因為 特朗普呢 在選舉期間呢 一下子打下去 就說呢 還要搞中國 特朗普是要做這些動作 告訴他 現在我是一個反中為主的政策 拜登上台呢 以反俄羅斯為主 特朗普就說 在選舉爭下期內 我都是一個實權總統 我不是畢強的 所以呢 他就限制了 美國的投資者 不准投資 31間的中國公司 即是說 中移動 一系列 中鐵建 那種類 因為他一這樣搞 大陸就馬上說 你自己亂就好了 你幹什麼事拿來搞我呢 你搞我 我就承認拜登 我覺得中國就是這樣 你對特朗普 都是說 你經常有理沒理 都是亂夾的 你亂夾我 我也不跟你客氣 我就支持拜登 吹嗎 就是這樣的態度 其實 汪文斌 在公開演講裡面 其實都不是 就是說 都是按照美國人能的選擇 恭喜了拜登之後 就說 其實留了一條後路 萬一 在選舉裡面不同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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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下台的 那麽 也沒有所謂 拜登沒有辦法上台 也沒有所謂 我和特朗普的關係 就爛了 我撐完你 拜登 你拜登沒有上台 我面對特朗普 那麽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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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我恭喜你拜登 又沒有什麽損傷 這個 你明不明白的 心理狀態 所以呢 其實就 不要以為 我覺得 中國不是說 研究 很多關於美國內部 就是特朗普 贏多些 還是拜登贏多些 而是說 你特朗普 你來搞我大陸 可能特朗普這樣搞大陸 都是對RCEP的一個反擊 因為他收到封 RCEP要簽了 那麽 那麽他就搞你大陸 我不滿意你的大陸 什麽什麽什麽 向其他國家給壓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情況 特朗普 大陸這個表態不代表 特朗普必輸 但其實大陸 輸與贏 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無所謂 不過呢 他如果現在這個情況下 他真的想著要搞事 那就精彩了 大佬 另外呢 其實特朗普的確 在他上台以來 因為他搞這些貿易戰 是令到很多入口商 要給了很多關稅 是令到很多資本家的利益 損失 因為他反全球化之後 令到很多 譬如說 Facebook Twitter 又或者很多這些金融資本 的利益都是受損的 因為他們想著做資本無國界 大陸那些東西便宜 我就去大陸 不會理會 美國本土的人生死 那我在美國 有壟斷性的利益便行 那些人民 餓死不要緊 特朗普 你愛民愚者 是你的事 我大資本 不會理會你的窮鬼 你新冠死 就死 那樣 特朗普 他會盡量幫人民 爭取多些工作機會 當然 這就是 學印度那一招 搞一些貿易 搞一些關稅 然後逼其他國家 就說 我有這麼大的市場 你想賺我錢 但是如果你美國亂 我講回台灣 美國如果是這樣亂下去 在12月14日之前 一定有些事情 可能特朗普會出牌了 因為他這樣得罪大資本 大資本不可能會 在他下台之後 會極端懲罰他 要警告其他人 不要再接受3K黨 白人至上主義 反全球化這些 政治理念 做代言人 做代言人隨時死無葬身地 特朗普就死給你看 所以特朗普是 可能沒有退路的 一定搞內亂的 但是如果美國的大盤 真的走向內亂的 現在台灣 在 RCEP裡面 原來他有58%的貿易率 都是這15個國家 如果最後大家 RCEP開始 因為大家都在正常之下 經濟不好 很多國家的國會 就盡快通過了 希望在這個RCEP裡面 盡量拿到多些利益 過程裡面 孤立了台灣 台灣可能工廠 發覺不夠競爭力 就要搬 如果大陸 如果大陸 是不是可以不打台灣呢 如果不打台灣 台灣自己也餓死了 這個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在另一張牌 就是說 因為無論拜登 或者特朗普上台 RCEP如果成功推進 都是對美國的話語權 在亞洲地區的消散 在我的角度 這個是中國世紀 中國的亞洲 但是在外面的宣傳 多數說 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即是說 美國人和外國人 沒有定期的了 如果這樣搞的話 我是美國 無論拜登也好 特朗普上台 一定是 會在亞洲搞事 譬如說 在泰國繼續搞顏色革命 在印尼挑撥多些暴亂 因為這些國家 有些排華傳統 在印尼就 泰國來說 本身內部政治分裂 他們會繼續搞 希望能夠轉盤 轉盤就可以說 如果你說 東盟十國裏面 有五個六個都 轉了做親美政權 那RCEP就有機會翻盤了 不過很難的 你當大陸死的嗎 不過美國一定會試 如果他要搞的話 我說台灣 那就是 很多問題 因為整個亞洲 親了大陸的時候 美國沒有什麼地方 如果搞顏色革命 搞不成的時候 台灣就最好搞 所有力量去台灣搞 大陸就更加永無零日 如果不趁這個冬天打了台灣的話 如果這個冬天打了台灣 比如說舉例一月 趁你交權的時候 特朗普和拜登 是交不成的 反面子的 亂龍的 我是大陸 打了你台灣 免了夜長夢多 免你美國的力量 進不了東南亞 進去台灣搞 我又不知道你會搞什麼 是不是 所以我仍然看 一月台灣是在死的 這個我沒有改變立場 因為 喂 你 這個世界分裂做兩極了 中國為之一極 美國為之一極 美國就可以在南美 扶一些巴西特朗普出來 是嗎 博爾索納羅這些就是人渣 喂 他有一條 有個人去 參加第三期疫苗檢測 大陸那些疫苗 那個測試者不知道為什麼死了 我懷疑未必是自殺的 可能是被你們無端端找人弄死了 但是他死了就把疫苗毒死他 但是大陸現在就說 喂 現在澄清了 喂 那個是自殺 不關我疫苗的事 那你現在呢 巴西用一條人命 是你又污衊中國 但是又失敗了 就是說 美國的勢力 會盡量 落大一些力量 控制 南美洲 令到南美洲成為他的後花園 那因為美國現在看到 中國力量真是膨脹了 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區 那個情勢 就是那些國家 就變成了全部都是中國的了 是中國的牧庸國 是中國的牧庸國 一個這麼巨型的中國 連日本 南韓被他吸了 本來是美國走狗的 澳洲啊 紐西蘭啊 都被他吸了做中國的牧庸國 喂 我是美國就會更加害怕 那可能就會想辦法 整死委內瑞拉 我不會讓你中國和俄羅斯 在西半球插旗 如果美國 會想辦法 打死委內瑞拉 中國沒有理由不搞台灣 大家要堅逼清野 所以台灣 如果不打台灣 台灣就等餓死 如果不是 大陸就為了顧忌 美國呢 怕新總統上台 如果他坐定了 美國都會出擊搞的了 當然是趁你交權的時候拿 看我說得進不進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台灣倒內說 那些大陸的軍事演習 沒有停過 那個指向呢 就看看 如果特朗普 12月已經成功 confirm 翻到盤了 那大陸可以早點打 12月就打到台灣了 是不是 如果是 現在的翻盤是很混淆的 特朗普未真正肯定會連任 甚至是拜登應該會拿到權了 那我就等到你拜登上台 最早期的時候動 所以我仍然看台灣 未必咬得住 好了 我想這個節目就差不多了 因為 講TPP的話 TPP我覺得就 我上一節也有提 其實TPP 其實現在整理 都是對中國影響不大 因為RCEP搞得定 TPP對中國不再是什麼威脅 美國和印度如果全部進入TPP 都不是對中國有太大威脅的 我自己認為 那 反而中歐貿易協定 就是真的 中歐的投資協定 會不會真的在今年內簽了呢 中國等美國亂的這段時間 做多一些和歐洲的談判 如果今年內搞定的 大局就是 大陸打台灣的時候 其他國家都被這些貿易協定綁定了 罵兩句 都不會搞到什麼制裁 所以你可以看RCEP或者中歐貿易協定 就是打台灣的預備 因為 有這些貿易協議我打台灣 他們都沒有辦法搞什麼經濟制裁 浪費氣 美國打伊拉克有沒有人敢制裁美國 當中國藉著這些貿易協定去登頂的時候 到時候中國得到 當年美國 要打誰就打誰的權力 一搞定 RCEP搞定了 如果中歐暗威協定也搞定了 中國就等於奪取了 美國當年要打伊拉克和阿富汗 打完哪裏有人敢 跟美國說兩聲就制裁他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看我說得中不中